老板只是反馈了一句牛排煎的不够 他竟插起一块生牛肉气势汹汹地走向顾客 即便这样老板也拿他毫无办法 只因凯莉是这家餐厅的主厨 掌握着独特的烹饪技术 对于菜品他总是力求完美一丝不苟 眼睛里容不得半点瑕疵 也正因为这样餐厅靠着他享誉了餐饮界 即使脾气火爆 但也丝毫不影响顾客对他的喜爱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他当送完自己的老客户 转头就听到一对情侣在挑剔菜品的问题 凯莉直接走到他们面前 非常冷淡地解释道 如此蛮横无理的解释 气得男人拉着女友转身就走 老板跟进厨房试图和他讲道理 可他却一句也听不进去 待党无趣冷漠严肃便是他刻在脸上的标签 由于主厨会时常面见客户 老板给他安排了心理医生 可到家后他对谈话内容早已忘得一干二净 生活对他而言总是那么枯燥服无味 这天凯莉在厨房忙碌 突然被一通紧急的电话打破了瓶颈 电话那头传来他姐姐因车祸不幸离世的噩耗 当他匆匆地赶到医院时 只见外甥女一个人躺在病床上 那情景让他心如刀脚 医生请凯莉帮忙联系爱玲的父亲 可他却从未见过那个不负责任的男人 当爱玲醒来得知母亲离世的消息后悲痛欲绝 一向要强的凯莉也流下了悲伤的泪水 为了照顾爱玲她已经离开了党类三天 餐厅的生意也因此受到了影响 就在同事们私下议论谁会接替凯莉的位置时 没想到她竟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回来了 老板好心地劝她再休息几天 可凯莉一边穿着工作服一边坚定地拒绝了 也许只有全身心地投入工作 才能让她暂时忘却内心的痛苦 尽管厨房里嘈杂声此起彼伏 但在凯莉的脑海中却仿佛一片死寂 休息时她翻看了姐姐之前留下的书信 那一刻心中的悲伤如潮水般涌出 泪水再也无法抑止 这封信是姐姐在生爱玲之前进产房失血的 她告诉凯莉如果自己遭遇不幸 一定要照顾好她的孩子 因为他们俩是这世上唯一的亲人 只有凯莉才会像她一样将爱玲视为亲女儿 老板在门外看到这一幕也不禁心生难过 紧紧地握住凯莉的手安慰她 同时也对她下达了强制休假的秘密 几天后爱玲出院住进了凯莉家 第一次带孩子的凯莉显得有些手足无措 只能带着爱玲熟悉每一个角落来缓解肝打 随后带着她去公园散心 试图以这样的方式让她慢慢忘却痛 可短短的几天爱玲还无法适应新环境 尽管凯莉献出了最拿手的好菜 爱玲却依然没有胃口 只是默默起身回去了房间 安顿好爱玲后凯莉便回到了餐厅上班 可刚踏进后厨 她就发现一个陌生人在她的位置上忙碌着 并且厨房里还放着欢快的音乐 同事们在她的指挥下欢声笑脸 大声歌唱 正当她还在疑惑支持老板走进来 得知尼克是新找来的付出凯莉顿时怒不可 为此和老板大吵离家 她也第一次感受到了地位的威胁 可凯莉怎么也不会想到 这个被她视为仇敌的男人 日后竟会改变她的一生 不仅打破了她冷漠严肃的性格 更是让她迷失了自我 凯莉回到家时艾琳已经睡着 刚给她盖上被子就发现了一本相册 上面记录着艾琳和母亲的点点滴滴 可想而知她对母亲的思念有多么神奇 然而看到凯莉每天这么辛苦 还要接送自己上学 艾琳逐渐产生了自己是为坠的想法 尽管凯莉小心翼翼地呵护着她 但艾琳的内心还是很排斥这种被怜悯的感觉 这句话瞬间让凯莉陷入了沉思 由于不放心她自己在家 凯莉找了一个保姆 可当看到眼前这个打扮得很非主流的女孩时 凯莉不禁吓了一跳 由于着急去上班所以只能勉强地接受 安排妥当后这才匆匆赶去餐厅 为了和凯莉搞好关系 尼克特地做了一道拿手的美食 可惜凯莉没有吃午饭的习惯 不断拒绝 但这时尼克却走到她身边 告诉她食材是奶奶从遥远的家乡游寄过来的 并且烹饪方法更是奶奶的真传 凯莉听后这才勉为其难地尝了一口 为了和尼克划清界限 她制作了一张清单 以此界定各自的工作范围 而尼克为了缓和氛围 总是充当着新人的角色 不断地请教凯莉尝试新菜品 以此来尊重她的主厨地物 经过一天的磨合 两人也慢慢有了共同的话题 可就在凯莉给菜品点缀时 身后的尼克不小心给她形成了压力 导致她挤碎了装饰物 作为主厨的凯莉感觉很丢人 心中积累的那份压抑也随之爆发 说完凯莉就愤怒地转身离去 留下尼克默默承受着这个不实的猜想 但片刻后她就追到仓库 和凯莉摊开了话题 她告诉凯莉 以她的能力完全可以在别处 胜任总组的位置 只是为了想和你合作才来到这里 如果你不欢迎 那我现在就可以离开 尽管老板在一旁极力地劝说 尼克还是脱下了工作服 老板追出来希望他们都各自让一步 但尼克坚持要凯莉开口 她才会留下 意识到刚刚的行为过于鲁莽 凯莉还是委婉地表达了 让尼克留下的意思 可尼克还不满足 说完凯莉也感到一阵轻松仿佛卸下了重担 然而当她回到家时 眼前的景象却让她惊呆了 桌面上散落的烟头让她顿得不安 她赶忙将烟头倒掉 然后快步地来到艾琳房间 只见艾琳害怕地蜷缩在床底下自言自语 凯莉心中一紧 生怕这样下去会给艾琳带来更大的伤害 于是决定放学后带她一起去餐馆 厨房里大人们都在忙碌着美食加油 而艾琳则乖巧地坐在一旁发着呆 在与同事聊天时 凯莉透露了艾琳不肯吃她做的食物 这让尼克瞬间抓住了机会 只见她故意从后台拿出了一卷食材 闻了闻后就递给艾琳让她也试试 果然艾琳喜欢这个味道 紧接着尼克做了一碗意大利面 然后加入刚刚折碎的食材 瞬间就香味失足 尼克吃了一口后 假装有事去忙就把面交给了艾琳 看着香甜可口的意大利面 艾琳忍不住大口吃了起来 这时尼克还不忘调侃让她给自己留一点 从外面回来的凯莉看到这一幕也大吃一惊 连忙对尼克示意感谢 餐馆打烊后艾琳也睡着了 凯莉第一次主动和尼克打起了招呼 此后的艾琳对厨房也慢慢熟悉了起来 甚至还动手做起了帮厨 尼克更是手把手地教她认识食材和烹饪技巧 闲暇至于他们还跳起了欢快的舞蹈 轻松的氛围感染着厨房里的每一个人 尼克总是时刻关注着凯莉的一举一动 每天中午都会给她准备午餐 然而凯莉总是以从不吃午餐为由拒绝了 可当看到是艾琳递过来的 她也打破了多年来坚守的规律 望着彼此的眼神 不经意见两人的好感也逐渐升温 相互的春星早已莫名荡漾 得知周末是餐馆的宫休日 艾琳提出了想和尼克一起做饭的想法 于是这天尼克提着大包小包就兴冲冲地赶来了 艾琳一脸兴奋嚷嚷着要当尼克的副手 为此还把凯莉赶回了房间 接管厨房后 他们配合默契开始了制作 布什尼克还给艾琳表演了非面杂技 尽情享受着烹饪的乐趣 当凯莉走出来睁开眼的瞬间 就被眼前的一路惊呆了 没想到尼克呆板的外表下却是这么浪漫 他们席地而坐享受着精致的美食 请客间欢声笑与此起彼伏 在艾琳的点缀下 他们有着玩不累的游戏和乐趣 这一刻他们更像是一家三口 共同编织着属于他们的温馨和幸福 艾琳也在这个充满爱的氛围下悄然睡去了 当看到尼克抱着艾琳的身影时 凯莉对这个男人的情感瞬间更加浓烈 独处的空间也让他们相互了解了彼此的过往 不仅畅谈着过去的经历 也分享了对未来的梦想和规划 尼克更是留了一手 为凯莉准备了一份精致的等心 正当她吃得津津有味时 嘴角却不小心沾上了奶油 在烛光的映照下 此刻氛围显得异常曼妙 两颗早已荡漾的心也慢慢靠在了一起 此后的日子里厨房成为了他们的天地 上班时他们偶尔打情骂俏 下班后品尝着美酒畅想美好的未来 每当尼克挖掘新的菜品时 就会马不停蹄地赶往凯莉加让她品尝 在烛光的衬托下 他们尽情地享受着这份甜蜜与时光 尼克更像是一个父亲每天负责叫醒爱琳 然后带着他享受厨房里的快乐时光 他们满怀憧憬地规划着未来 梦想着开一家属于自己的餐馆 并且还要以三人的名字来命名 作为永远的纪念 繁华的大街上影他们幸福的身影 美好瞬间里 他们用相机定格下了彼此的笑容 超市里更是有他们为美食精心选购食材的时光 夕阳西下骑着三人自行车跨过大桥 金色的余灰洒在身上映照出幸福的气息 即使玩了一天也不觉得疲惫 餐厅有了尼克的加入后更是风生水起 每天顾客都络绎不绝 正当一切都像好发展时老板却偏了心 总是毫无保留地在凯莉面前夸赞尼克 这也让他慢慢产生了情绪 这天顾客对菜品赞不绝口想见一见主厨 尼克健壮立刻就把功劳往凯莉身上推 并且还和老板建议让凯莉出去 可老板接下来的几句话却瞬间点燃了凯莉的情绪 万事以前老板绝不敢对她说出这番话 但如今的态度让她明白了一切 愤怒之下她把尼克叫去仓库想要弄得明白 果不其然老板已经私底下找了尼克谈话 希望她能够接替主厨的位置 这一消息让凯莉的怒火更加旺盛 看着凯莉愤怒的面孔尼克的心情降到了冰底 她默默地脱下工作服 带着满心的失落黯然神伤的离去 凯莉回家后意外听到了尼克的留言 那是她当时没有说完的话 原来她拒绝了老板的请求 凯莉因此也陷入了深深的自责 但此时的她却没有勇气去找尼克解释 后厨也因尼克的离开而少了几分乐趣 雪上加霜的是凯莉的副手也即将要休产假 老板要求她要尽快找到帮手 然而面试了一圈形形色色的厨师后 凯莉始终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选 心中对尼克的思念也越发强烈 没有了尼克的生活后凯莉特别不适应 感觉一切都显得非常空虚 不仅凯莉会时常陷入纠结和迷茫 就连艾琳也变得沉默管言 不久后艾琳的突然失踪 让凯莉陷入了恐慌 她找遍了艾琳可能去的地方 却始终没有找到 情急之下她打给了尼克 可此时的艾琳也不在尼克身边 两人会合后便不停地分析原因和判断 但最终还是一无所获 回到家时凯莉发现了艾琳没有带着随身的布娃娃 这才联想到艾琳可能是小母亲了 于是他们匆匆赶往了姐姐的目的 果然在这找到了艾琳 随后尼克把他们送回了家 可就在下车前艾琳的一句 你们还在闹矛盾吗 就瞬间打破了这短暂的美好氛围 时隔多日未见两人也变得些许陌生 凯莉试图用道歉来弥补尼克心中的伤害 可尼克已经做出了远赴 就金山做一名主厨的决定 此刻凯莉的心情难过到了极点 她冷漠严肃的外表下 是无法说出那些感动话语的挣扎 最终只能用祝福的微笑向尼克告别 当离别的车声响起 留下的人势必将遗憾永远埋藏在心中 这之后凯莉的生活又回到了两顶皮 餐馆里依然忙碌着生活的气息 凯莉对老板还是那副倔强的信物 可即使在忙碌也没能让她忘记尼克 反而对她的思念更加深厚 心理医生的话更是让她瞬间醍醐灌顶 走不出的阴影期是自己才是最清楚的 就像凯莉写的诗本 最适合自己的往往就是心里所想的 听完医生的建议后凯莉做了一道拿手的美食 鼓起勇气来到了尼克家 敲响了那扇通往幸福的大门 爱情从来都不是含蓄的等待 她需要那份无所畏惧的勇气去跨越内心的边界 只有当你鼓足勇气去挣脱安逸的志物 才能紧握住命运之神赐予的璀璨基因 历经风雨洗礼与生活的曲折之后 他们共同开了一家餐厅 这里不仅是他们事业的新起点 更是他们爱情故事的温馨续片 他们相互一威共同谱写着生活的旋律 用心烹饪着每一道佳肴 将爱意融入每一道菜品之中 而餐厅正是以他们三人的名字来命的名 爱林凯利尼克餐厅